其实刚介大使有特别提到说 现在这个谢峰讲话 他是非常的直白 他其实呢是在一个安全论坛上面 那回应的时候他就有直接讲 讲说基本上现在他看到了 如果说经验业真的要扩大 这些限制的话 那中方不会袖手旁观 我觉得他这个比喻蛮有趣 他用游泳来比喻 我不知道他本身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游泳 他说他觉得这样美方的做法呢 就好像是游泳比赛里头 他要别人穿那种过时的泳衣 那自己呢去穿那种SPEEDO 就是用很先进的泳衣 也就是说可能阻力比较小啦 对他比较有利的啊 换句话说他认为 现在美方已经把中方 将近有1300多家的企业实体 纳入制裁清单当中 那所以呢中方现在 他们认为他们要做反制 不是为了他们政府 是为了他们的人民 他的讲法是这样 他说今天一个新闻 你看长江存储的CEO说的 因为被美国制裁逼到绝境 所以买不到零件 然后设备变成摆设 变成不动的话 就是一群破铜烂铁嘛 所以他就说 其实是这些民间的压力 让他开始必须要回击 他不会再袖手旁观 那美中双方现在到底 这一场的制裁战 包括美国的商业界 也一直在告诉他们的政府 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您觉得会有转机吗 或者是能够出现任何的缓和吗 我觉得在这个经贸部分 是蛮困难的 对因为美国的目的就是 彻底击垮中国的晶片业了 对再不伤及美国自己本身利益 主要利益情况是彻底击垮 因为他本来就不想让中国晶片业 能够站起来茁壮 茁壮的话那就是跟美国平起平坐了 美国现在在这个产品跟科技优势上 晶片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产业 要打垮你就是把你打垮 怎么可能跟你玩假的 我是觉得我从头一开始 我就知道美国是要以击垮为目的 对啊那他是一步一步 因为他也要弄清楚这里面 行业里面 中国的这个晶片跟美国的依存关系 然后呢双方的利害关系 它出手精准 目的是什么呢 重商中方 然后呢对美方来出 美方的产业付出最少的代价 所以他整个是一个怎么讲 一个精准出手的概念 那最高目标 最后目标就是把你击垮 那所以像长江存储 这个就美国听了就很高兴 他本来就打垮长江存储 因为你这个叫记忆晶片的部分 中国的比逻辑晶片还更厉害 逻辑晶片主要是靠这个中心半导体 他说他可以生产到7奈米 而且量产 这大家没有办法证实 不过14奈米是没有问题的 那14奈米你要靠什么 你要靠DUV 你要靠紫外光 就是深紫外光机 那是ASML 美国现在14奈米也不给你生产了 对不对 因为ASML已经不给你机器 不给你机器的意思 后勤也没有啊 你现在 现在长江存储 它本来的程度是高于 逻辑晶片 高于中芯 在这种 逻辑晶片方面的达的成就 它这个记忆晶片 中芯已经做到118成 那后来我听一些报告 事实上已经做到230几层了 现在最高的技术 就做到200多层 那长江存储已经做到了 而且长江存储 在全球市场里 已经破了10%了 那所以这个 记忆晶片事实上 长江存储 是美国要把它挤垮的 一个很重要目标 那长江这个 现在长江存储 你现在看起来 以长江存储 吸引优奖的这个事实 是被整的乱缠了 那还没有完全倒来 那 你看重量级全集在什么时候 打到一半 要快击倒的时候 全就停了 当然是击倒了 对啊 那你中芯的话也是击倒啊 对 所以就变成 当然啦 谢峰已经讲了 那大家就同归于尽吧 所以你觉得最后有可能就是 因为像现在网路上 231就在问 所以是硬碰硬吗 那世界就会因此而改写啊 对不对 因为大家就是要同归于尽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没有人要让 不会让 大家都不会让 因为现在其实商界的部分 美国的目标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把你打的 打的好办惨 又会让你复活呢 有这种花那么多代价 最后没有把你打死 那算什么呢 那是半吊子啊 是 你看过美国人做过半吊子是吗 没有 美国没有这样子 非常务实的 美国非常务实啊 他基本上就是把你解决掉啊 嗯 那这个过程中就是说 你如果不能让他感觉 他的付的代价是越来越高的话 那他就继续照 现在不止 就把你做掉 台湾话叫 就是你 顺子挑软的 软土深掘 对啊 就是这样 本来就是这样 这个 所以要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 但我从来没怀疑美国要把中国大陆的 现在这个目标就是把你铲除掉 哦 要不然已经花了资源干嘛 那你怎么看 我认为都不会玩假的啊 那商界 因为商界现在美光先前呢 就是他们有一批 那就被他讲说就是 哎这个网路安全啊 有可能为我们国安危机 所以就被挡了嘛 现在呢 他们自己的CEO跑去拜会 中国的商务部 然后说我们要在西安再投资 再投资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跟你们有更多的往来 我们希望在这边呢 继续深耕发展 你觉得商界他们自己开始动起来 这个对美中的影响 或是对中方对美国这边美气 因为他其实欢迎美气 但是跟他的政府又有一些很多的政策上面的 您说互相的攻击 怎么看 我想就是说以营商者来讲的话 美国政府是比中国政府更难对付的 因为他是美国公司 美国法令他如果不遵守的话 美国可以把这个公司干掉 你再大也一样 他要不然就把你的CEO找一个税务的问题 把你就给你关起来 美国对这些CEO政治还是 华盛顿还是 虽然说它是一个民主政治 美国政府的法律的危险是非常强的 你这些公司你去跟美国政府 华盛顿的政客逗逗看 一定是一定是这些公司 公司这些公司吃亏了 所以这些公司他一定还是在美国给予他的 这个可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范围里面 他在美国法令的许可之下跟中国继续经商 但法令一直限缩啊 对啊 可是他美国基本上他的东西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 所以他基本上他可以在这边 他又要多投资8亿美金嘛 对不对 在中国在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也跟中国大陆沟通啊 这是美国人处理事情的方法 我跟你冲突我就跟你沟通啊 我就说服你啊 那不是说就变成大家好 人到不行的时候 割席而坐就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不是美国人的做事的逻辑 跟他们的习性啊 跟我跟华人的想法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今天他这个他说 哎你对我这个做 你针对我了 那我就要去解释 我要去弄清楚你对我到底是如何 如何如何 我怎么来弥补 那我现在当然我表示善意 因为中国大陆对他说 没有通过安全的审核 那他一定去问到你安全审核的标准是什么 你觉得我哪里没有通过 我能不能哈 来 救教于你 然后看看我怎么做 可以 达到你的标准以后 你对我的制裁就可以停止啊 这是美国人的逻辑啊 一定是这样啊 从小他受教育就这样子啊 他不会出了问题就跟你 就跟你全面 会不往来 不会这样子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也 他也示好啊 我就对中国大陆投资啊 对不对 他一定去 就是说 去这个面对这个问题 去找出问题的真结 然后去解决他 这是他们的做事方法 所以也不是他怕了 也不是他怎么样 因为你过去你也没有说他做的不对啊 对 你过去也没有说什么问题啊 对不对 那你说 你说这个前面 雷神的这个CEO也说过同样的事啊 但是说他说不切实际 要我们雷神完全从中国撤出 是不可能的 他就表明了 我还是要在跟中国人周旋 跟中国政府周旋啊 对因为这里有利可图啊 你现在制裁我 对不对 那我要弄清楚啊 那我是雷神军用的部分 还是我的雷神的民用部分还有啊 那他一定是有这种角度 然后他会回过头来 跟你来直接沟通 然后说那你觉得 有什么事我可以做的 那你要跟我们政府沟通吗 可以我去跟我们政府沟通 他都可以答应的 就是everything is negotiable 所有事情都可以谈判的 都可以去谈的 都可以是去解决的 那我们中国人的做法 常常就变成 就是说不断的隐忍 不断的沟通 到了最后关头 就一刀割下去割席而做 然后最后就切断了 就变敌人了 我们敌友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比较有那种是非对错 对不对 比较讲究那个是非对错 那美国人没有啊 美国人实证主义啊 美国人是目标定了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国安会的这个发言人Kirby 他的这个话言就很清楚啊 我现在目标是要让Austin跟这个李尚福见面 我就任何场合我都要都把这个事情跟这个牵起来 让你觉得我还是在我没有放弃啊 我不会放弃这件事情 请问一下美国跟中国大陆 尤其拜登政府上台 对中国大陆所有的政策制定的概念 他有一条放弃吗 没有一条放弃 他还在不断的在这个啊 强化 然后呢 受到挫折了 他是转一个弯 还是往这个目的走 对 那那就是说 我认为就是说这种 这种就是非常现实的一种啊 外交外交做法啊 那你今天跟美国 你要跟他seriously engage的话 你要说大家真正在台湾之后呢 那就告诉我你能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能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要不然的话 对不起我没有遇到阻力 我就是一直往前冲啊 遇到阻力的时候 他就跟你真正来接触了 那才是真正的比赛的开始啊 对Mikron来美光来讲的话 用美国人逻辑他是开始要 开始要跟中国政府交涉 以前反正你们也不叫 你们也没有回应 我没必要告诉 我没必要跟你沟通啊 我没必要加码啊 那你现在发觉 我这个市场我要 那你现在对我限制以后 我就去说服你 我去先接触了解 最后大家来谈判 那我能做的我就做 我真的不能做 我再考虑别的选项 这是很理性的做法 就是everything is negotiable 什么事情都可以谈 都可以瞧 你如果真的就像大使刚刚也很明确 就是他目标就是那边 哎有路障我转弯 但是我还是往前走 只要我能够转过去 我就是往那个目标继续前进 叶寅在美国 你看不看美式足球 看啊 他们那个就是真的就是 当然后旁旁背包 再往前冲 对 走完目标再往前冲 美式足球 是最反映美国人的逻辑的 嗯 预示处理 它是 第一个 teamwork 对 teamwork 很重要 对 第二个 往前冲 往前冲 全部往前冲的 对 然后呢 你被人家tackle以后 嗯 被你就是被人家 叫你要想办法第二轮功 第二轮功 阻挡 阻挡到这条线的话 就重新再来 对 而且他是不断往前冲的概念 对 他没有什么往后的 他们就完全往前冲的 嗯 然后呢 这个teamwork 然后最后要 打正嘛 达到那条 达到过了那条线 嗯 对 这就是美国人的逻辑 也是美国人在处理事情的 很重要的 嗯 我最近在看 我们这个台湾的直栏的 两个美国的教练 在谈这个 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就看到了 文化的差异 嗯 两个美国的 我们有一支球队的教练是美国人 嗯 他就说 他说 基本上 嗯 这个啊 他比如说他讲到我们的控 控球 控球的这个 球员的这个 是 他说控球的球员 没有去指挥战局的 那样子的一个 好决心 嗯 他常常好 会有这种人情的压力 哦 他把很多问题当做一个情感的问题 嗯 那美国人就说 球场如战场 嗯 你不应该秉除任何 任何情感的压力 嗯 而是以求胜 为唯一的考量 那你还有 你还有说 哎呀 我不愿意 他说 我不 这个 这个 队友嘛 我不好意思对他太强势啊 或如何 美国人对队友都是强势的 更不要说对他的敌手 就是非常强势 那你跟他对阵的话 那就怎么样呢 那你就要 你要拿实力才对阵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是觉得 我会觉得谢丰县是比较硬啊 因为 加根者这两年贵金属拿出来以后 我认为情势有改变 那下一步不是还有吗 当然有啦 当然有啦 就是说还有很多啦 比如说还有这些锡啊 现在工业锡 中国大陆已经警告啦 因为那个是做晶圆片 那个好 所谓的Wafer主要原料啊 对不对 那这些就是反击 你不反击 基本上 美国人的政府就目标在那 就往前冲 你碰到 你今天反击 你赢住他这一波攻势以后 并不表示他就停了 对不起他第二波再来一次 第三波 第四波 现在你要记住 就是说美国已经帮你当做 他只是 只是说你是一个 竞争者 对不对 竞争者就跟球场上的 竞争者一样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已经 已经用这个运动的方式 在怎么样 在开打了嘛 刚刚大师特别提到 Football这个文化 其实就很会 大家其实有兴趣的 你可以去找 随便你网络Google一个 这个Football比赛 你再来看 他那个攻势真的就是这样 就像大师刚刚讲的 他会一直往前 一直绕一直绕 一直往前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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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